你不覺得就是感受到回到25歲的金色年華嗎 對 為什麼金色年華一直提到25歲這件事情 我覺得25歲你一定有特別的意義 對 為什麼不是回到18或是回到17 為什麼是25 為什麼25不是什麼26歲半之類的 26歲半就是聽來怪怪的 我剛好機 然後28又太老 所以25對你來講什麼意義 其實25歲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蠻重要的意義 因為我是在25歲的時候接下康熙這個節目 是不是 掌聲鼓勵一下 也有什麼關係呢 對 為什麼 如果有在看康熙的人一定知道我們最近都在做回顧 從以前25歲的時候一直播到現在的康熙 然後你們可以發現就是我的搭檔蔡同友 一直持續的變好跟變化 這可以講嗎 這可以講嗎 然後我們歡迎特別的嘉賓 蔡康 不是 沒有 他跑不來 他會跑得出來 介紹給你 然後你一定不決定 我們回復了12年 你說我有差嗎 不要跟人家講 我是要學他的學長 他進學校所以我認識他 所以我是17 他17歲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了 他從以前到現在 真的只有變了牙齒 牙齒我整過 除了牙齒變整齊之後 他就是完全青春的樣貌嘛 而且我真的可以讓粉絲們靜看 你們可以 我怕你們嚇到了 是不是 要不要靜看 要不要靜看 大家電視一樣的感覺 那今天在有很多粉絲都在現場 要不要說說那個心情 因為真正已經最後一集了 真的最後一集 重播不算的話 呃 其實我覺得 然後我沒有哭 然後一直笑 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 靠勇哥哭到 這麼窩囊的樣子 而且他哭的點都很神奇 很莫名其妙 很莫名其妙 對 然後今天這一集其實氣氛也是 也是這樣子 不是那麼悲傷的 是 是有很多讓你會覺得 是有什麼好哭的點 所以我覺得 我並沒有那種神不得 或是想要哭的感覺 太好了 沒關係 反正我認為一個結束 跟一個開始